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着下来谭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刚讲各式各样的植化素 事实上对人体的抗发炎 跟健康的调养很重要 所以谭老师事实上 是很注重多元的食材跟植化素的 老师今天要烧的是采椒草三鲜 但是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老师的采椒就很采了 黄椒 红椒 绿椒 然后胡萝卜 你真的是中医的青翅红白黑 通通都有 我是凤行彩虹 所以所有东西都会看得到 吃得到 好 我们的老师先来热锅热油 老师要先煎一下鸡肉 鸡肉你怎么腌呢 其实我就用一点酱油 糖 酒 就这样子稍微腌一下就好了 就是让它入味 老师我另外一个问题问你 采椒你基本上是带皮吃 当然大家也都带皮吃 可是有些人会担心农药 你会怎么清洗 其实因为它有一个地头 所以它那个地方凹槽就很容易积 那你很简单 你可以准备一个洗脸刷 把那个凹槽就刷洗干净 那表皮呢 表皮都一样用软毛刷刷 刷完之后你再用流动清水给它洗 但是它会浮起来 所以你要记得上面盖一个盘子把它压下去 就是说这个植化素的好处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你是带皮吃的话 你的那个清洁 尽量让它降低农药或者杂质的伤害 对 那如果你还是害怕的话 你可以准备一个水 然后滚了之后 你就把它汆烫一下 然后汆烫之后 你怕颜色不好看 你就泡到冰水里面去 这样也可以去除部分的农药 我懂了 就有点像有些人过热水一样 对 那过热水表皮的细菌跟农药 也可以过掉一些 对 然后你再泡一个冰水保持它的原色 好 然后老师今天除了炒这一个鸡肉之外 老师搭配的是还有花枝还是套Q 套Q 套Q也是很简单 然后把它处理干净把它切片 其实你也可以换成虾子 或者是其他的海鲜都可以 因为这样子你就所有东西都有了 那如果说你觉得 你想补一点淀粉类的话 事实上还可以加点那个马铃薯 唐老师这一个 刚刚盖上锅盖 连那个胡萝卜块一起下去 让它焖煮的同时 那鸡肉熟了之后 我们的彩椒就可以下来了 对 因为我们彩椒不需要太熟 然后海鲜也是 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 对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 鸡肉煮熟之后 再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然后我们最后的海鲜跟彩椒 是这个可以再下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这时候 就把所有的这些青菜都放进去 那我们的调味很简单 就加一点酱油 然后一点点的酒 然后我会加一点蚝油 让它味道比较鲜美这样子 然后就让它熟这样就可以了 唐老师这一锅 这个所有的食材跟海鲜 焖熟就好了 对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陈老师最赞藏的就是 在它的小许的蛋白质里面 放很多的蔬菜 那这个就充满了植化素 而且最主要是说 它把那个鸡肉弄得很嫩 你知道吗 那吃起来一点都不会有柴的感觉 然后又加上海鲜的味道 所以这整个味道就是非常的鲜美 而且我看它喷吐过程也是很快 所以家庭主顾在copy这一道 其实并不会说太困难 或者是太伤脑筋 不过说起来吃这些植化素的好处 我就印象深刻 我有一个病人才五十几岁 他在三年之内摆了五根支架 结果花了接近五十万 因为支架要自费 那还有